嘿大家好我是悟空 今天这一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把群晖升级到2.5G网卡的一个体验算是 就算是水一个视频 我之前买的群晖是一个双千兆的 大家都知道其实群晖绝大多数NAS的都是双千兆的方案 当然它可能也有万兆的方案 可能就是比较贵的 带这种PCI网卡的 而我后边这台920家很显然就是双千兆的 那么经常我会拷贝一些影片到我后边这台电脑 有一些大文件传输速度就有一点慢 当然对于你来说可能一千兆这个速度已经不慢了 但是内网传输113兆这个极限我还是想突破一下 所以最近就买了一个2.5G的USB的网卡 其实它成本非常的低 也就是100出头的样子 这样的话我就提升了内网的速度 直接提升了2.5G 简直是非常爽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表现非常的稳定 并且它网卡也没有什么发热的现象 我真的是非常好奇 就是它高速传输的过程中一点都不带发热的 这一点我还是比较惊讶的 当然了如果要想实现一个2.5G的一个内网环境 还需要一个交换机 但是我这次偷鸡取巧了 并没有购买2.5G交换机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还有一台威联通的453D 这台NAS正好有两个2.5G的网口 这样的话我这台威联通453D就变成了一个虚拟的交换机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做到一个2.5G的内网的 所以等一下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看看我是怎么接的 当然如果你没有2.5G的威联通的NAS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去买一个2.5G交换机 其实也不是很贵 我看一下大概我口的应该是400出头的样子 这样的话加上100块钱的一个网卡 加起来也就是500多块钱的样子 就可以让你的群晖变成2.5G的内网真的特别爽 好了接下来就开始折腾 左边这台威联通它有三个网口 其中最上面这个网口是我扩展出来的 默认是没有的 它是一个PCIE的万丈网卡 下面两个都是原生的2.5G网卡 然后我今天做的操作就是增加了一个2.5G的网卡给群晖 然后这样拓展出来就是2.5G网卡了 但是因为我没有2.5G交换机 所以我就把威联通当作是一个虚拟交换机 我们今天讲的其实就是一个群晖920加升级2.5G网卡的一个过程 你的群晖升级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需要有一个2.5G网卡 考虑到成本当然是买USB3.0的更加划算 而且它放在机身的背部其实也没什么违和感 反正也是看不见 成本我这边买的是93块钱 也不是很贵 然后第二个条件就是你需要安装它对应的一个2.5G的网卡驱动 等一下我给大家演示 第三点就是要有一个2.5G交换机 这个交换机可以是物理的交换机 也可以是虚拟交换机 正好我身边就有一个威联通453D 所以相当于交换机的钱我就节省下来了 当然你自己买其实也不是很贵 我看了一下400出头 现在我们就开始演示 好这边首先我们要下载2.5G网卡的驱动 我们去GitHub网站去找到对应的一个驱动包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项目已经支持到DSM7.0最新的系统 然后网卡芯片类型有8152 8153还有8156 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平台 我们看一下右侧就是它的驱动包 进去之后有很多 我们需要选择自己的平台 对于920加而言应该是这一项 我这边已经下载好了 方便大家下载我已经转存了一份到我的网盘 好下载完之后我们就进入到群晖的后台 我们点击这个套件中心 然后在这边我们选择手动安装 然后上传我们刚才下载那个spk的文件 就是这个spk的文件 点击打开 点击下一步 这边会有一个提示 然后点击同意 然后我们勾选安装完成后立即启动 点击完成 重新进一次 我们这边点击以言装 大家就可以看了 这边已经刷新出来了 现在目前已经启动了 这点如果没有包错 就说明它已经正常工作了 接下来的操作就是 我们把网线换到新的网卡上面 好 插好网线之后 大家一定要注意 你的群晖地址会产生变化 以我为例 我之前的群晖是6.136 现在就变成了6.146 所以我们要新的地址去访问群晖的后台 之后我们再点击控制面板 我们再点击网络 点击网络界面 好 大家就可以看到 局域网3 就是我的第三个网口 就是我2.5G的网卡 点击详情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网络状态 是2500兆 全双公的 然后这边展开之后 右键就可以进行编辑 可能有些教程会告诉你说 要手动修改一下MTU值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是有矩形针的 最高是9000 但是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去设置 包括你自己手动输入一个2500 因为它会削弱你的稳定性 所以在这边 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去手动设置 不要动 就是默认的1500 而且我测试一下 其实不会影响网速 等一下我们作为做一个测试 右边就是我的群晖920加上面的文件 我们从群晖920加上下载一个文件 到左侧我的桌面上面 这个是一个20G的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速度是逐渐的提升的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20G的文件就已经传完了 我觉得非常快 平均速度也260多兆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上传速度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是275兆了 所以矩形针真的没必要设置 这样就已经挺好了 非常快 完全不影响网速 好 看到这里刚才演示就已经结束了 相信绝大多数人都已经看明白了 这里面我补充一点 刚才我忘记说你的客户端也得是2.5G网卡 或者是万兆网卡 比如这三台都是你的电脑 你的电脑每一台都是需要有2.5G网卡的 当然2.5G网卡其实并不很贵 就PCIe的或者2.5G网卡都可以 当然如果是万兆的更好了 然后你的服务端就是刚才我们群晖 已经扩展了2.5G网卡 中间是加了一个物理的交换机 这个是普通人的一个做法 这样做就已经OK了 我相信大家看到这张图 就应该已经了解个大概了 我今天做的其实并不是这一套 好 换图 这个就是我现在目前的一个接法的 一个示意图 大家可以看到 微联通实际上是有三个网口的 三个网口有两个是2.5G的 有一个是PCIe的万兆网卡 这样它就组成了一个万兆的虚拟交换机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很高端 其实没什么 对于微联通而言 这个过程的实现非常的简单 好 这边我们打开我的453D 然后点击网络和虚拟机 在这边我们继续找虚拟交换机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组件的一个虚拟交换机 我们点开设置 好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三个都已经用上了 就是三个网口都已经占用了 其中有两个是2.5G网口 另外一个是万兆网卡 假设我还没有设置 我们就点击下一步 这边选动态就可以了 几乎不用动 下一步 然后虚拟交换机的NAT DHCP都不用开 就是默认的不要开 点击下一步 然后IPv6这块选择停用 继续下一步 然后这个地方可能需要设置一下DNS 我这边设置主要DNS的是114.114 然后次要就是你的软路由或者路由器的网关 然后点击下一步 这样点击应用就OK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设置好了之后 应该是这个状态 大家可以看到绿色的就是我的网口的状态 目前已经全部都已经插好了 这就是它的基础的信息 IPv6不用设置停用就可以了 然后最大单元的这块也不用动 还是1500就行了 我们再回过这张图 我其中用一个网口用来提供网络 比如说这个是我的宽带 当然这个部分的托普图我就不展开说了 反正这个地方是提供宽带的 给它一个网口 DGCP 另外一个网口是给群晖的 群晖也有一个2.5G的网卡 然后另外就是我的电脑 我的电脑正好也是一个万丈网卡 这边我是直连的威联通 这样的话我访问群晖NAS的速度 就是2.5G 访问威联通的速度就是10G 当然这是理论速度 还要取决于你的磁盘阵列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分享 如果大家对于群晖或者威联通 那些使用技巧分享感兴趣的话 也不妨关注一下我的视频 后面我会出更多的 关于群晖或者威联通的一些 技巧的视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水到这边 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